勇者辛贝尔死后31年 弗利连一行来到了帝国领土法尔贝地区 停在路上接到了村民的委托 村民带着弗利连一行看了被袭击的商队和农田 摆脱他们伸出援手 讨伐侵害村民生活的魔物 还说之前委托过帝国的部队 但在那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听完委托详情后 弗利连询问起了报酬 村民为难地表示村子并不富裕 也没有某岛书 于是弗利连又问有没有魔导具 村民则拿出了一个被黑雾笼罩的壶 介绍说这是睡觉时放在旁边就会做噩梦的魔导具 听闻此言 费论感慨真是不详 弗利连则找有兴趣的观察起了噩梦壶 问村民真的有这种效果吗 并未告知迄今为止还没人亲身体验过 因为太可怕了 好吧 成交了 我接受你的委托 就这样 接下委托的弗利连一行开始行动 费论吐槽 弗利连竟然选了这么不吉利的东西当报酬 休塔尔克则表示没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弗利连在兴趣上的品位一直都很差 听闻此言 费论颇为不爽 警告休塔尔克要是再这么说的话 就趁睡觉把噩梦壶放在他枕边 吓得休塔尔克哭唧唧的大喊不要 路上 费论发现大陆旁的小屋也遭到了破坏 休塔尔克询问弗利连 帝国领土内难道不是应该很安全吗 弗利连也一脸废解地表示按理说确实应该是这样 但来这个村子的路似乎也有些荒凉 可能这里和自己之前来的时候不一样了 费论问弗利连上次来是什么时候 评委告知是在讨伐魔王的途中 大概80年前 听闻此言 休塔尔克猜测帝国现在可能衰落了 毕竟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国家经历兴衰 弗利连却不这么认为 还说休塔尔克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不了解帝国的历史 凭介绍起了帝国 去弗利连所说 帝国拥有千年以上的历史 是统治整片大陆的大帝国后裔 他们拥有先进的魔法技术 是这片大陆上最大的魔法文明 一百年前 人类与魔王军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 帝国被魔王军的领土完全包围 孤立在了人类圈之外 被称为屹立于狮子身中的国家 但即使如此 帝国还是没有毁灭 反而转手为攻 逐渐夺回了被魔王军侵占的土地 讲到这里 休塔尔克感叹这也太厉害了 弗利连则发现了魔物的踪迹 下一秒 魔物们将弗利连一行团团包围 颤抖就此开始 将魔物消灭后 休塔尔克照例吐槽魔物太强了 还抱怨这里一点都不安全 弗利连则若有所思的沉默着 随后与飞轮休塔尔克朝森林深处走去 并发现了帝国军队的尸体 回到村子后 弗利连向委托人报告了 帝国军队全军覆没的消息 委托人说村民将为拼死战斗的士兵 举行隆重的悠念仪式 随后将噩梦湖递给弗利连 拿到报仇的弗利连一行告别了委托人 并在路上看到了魔改版弗拉梅雕像 看着眼前陌生的大叔形象 弗利连暂自感慨 这位大叔到底是谁 并回忆起了关于师父的往事 担任起宫廷魔法使教育工作后 弗拉梅悉心培养了许多人类土地 看着渐渐成长起来的宫廷魔法使 弗拉梅十分欣慰 弗利连也坦言 其中有不少甚至比自己都强 真是了不起 还天真的表示 既然帝国拥有了如此强大的力量 那应该永远不会灭亡了 但弗拉梅却并不这么认为 他告诉弗利连 从历史来看 甚和存在最终都会走向灭亡 世界在不断改变 永远不会停止 这一点有利有弊 但对于弗利连来说 这样或许也挺好的 毕竟享受这些变化所带来的乐趣 正是长寿种族的特权 确实 或许还挺有趣的 弗利连望着陌生的大叔同像 微笑着感慨 随后再次启程 并在路上迫不及待地 尝试起了新魔道具 顺利陷入了洋葱噩梦之中 看着睡相一脸煎熬的弗利连 飞轮不禁感叹 能做到这个份上 自己反而有些佩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